刺童幼小枫对刺童造成严重危害 至2005年已有超过2万株刺童死亡 幼小枫主要危害新生枝条、新芽、叶饼等部位 幼虫孵化后在组织中取食 刺激植物组织增生造成虫影 严重时叶片与枝条干枯、掉落导致素食衰弱 而幼小枫成虫羽化造成的虫孔 亦遭其他真菌、甚至昆虫入侵造成二次感染 防止方法中下 使用钻头直径1公分的点钻 以向下斜角45度于树干上钻孔 以自填式注射器吸取药剂9.6% 易达安容易5毫升 直接灌注钻好枝竖孔 选用中性矽胶封住洞口 避免药液挥发、变质 以确保药效持久性 再以枯叶掷注射口即可 灌注药剂防治法 药效持续性长 适用安全 且不影响附近居民及座部 可以有效地压制刺瞳幼小风的密度 拯救应受刺瞳幼小风危害 而生命垂危的刺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